南投縣有相當多的偏遠地區 缺乏大眾運輸工具 尤其在民間鄉、雙柏嶺地區 每天只有兩班通往市區的公車 更是讓老人家感到相當的不方便 因此今天上午的定期會中 議員奈燕雪就對縣政府提出質疑 這樣怎麼推對我們南投的這個觀光呢 我再請教一下處長 我上個會期跟你談過的 從田中、赤水、雙柏坑 這個地方好多我們的鄉親 出路是從那邊出路的 接送小孩是鐵路在那邊接送小孩 我們來中華客園一天兩班 早上一班、晚上一班 很多老人家早上去 要等到現在六點才好多走上去 我曾經跟你溝通過了 也拜託跟我們的立委反應 跟中央爭取我們的路權 到現在實施的怎麼樣 到現在還很多人來跟我澄清 同樣在中療鄉也有這樣的困擾 議員廖子佑也希望縣政府 能夠苦民所苦 與各方協調 增設大眾運輸路線幾半次 像這個有的四大人 有的很多人 他們如果沒有孩子 來給他們開車的時候 他們希望說公車 可以到龍鳳瀑布的入口那個地方 因為我們這麼陌生 看來大眾的交通工具 還沒有到達這邊 是不是這個部分 可以請處長說 因為沾對這老人乘車的那個部分 是不是說可以 把我們的客運 那個彰化客運 可以做溝通 希望說 我們的大眾的交通工具 可以開來到那個地方 另外議員陳昭玉 也對警察出勤時 沒有編列意外險等費用 引起許多民眾的質疑 因此在會議中提出建議 這一點的話 我就希望說我們財主單位的話 都用點心 讓我們這些扶勤的 不管是在警政 反正我們公部門的一個車輛 都是為了公務 我們知道我們這裡 天才特別也太多 萬一的話怎麼辦 這點我希望讓大家在扶勤的時候 在扶勤公務的時候 都能夠無後不自由 這是本席的一個要求 好不好 多位議員提出地方訴求 就是希望南投能夠有更大的發展 也呼籲縣政府 重視地方民意 與民眾站在同一陣線 民意新聞這麼想 南投新議會採訪報導